顾赵喜回来了 这也意味着 父辈的荣耀 要走尽尾声了 作为顾长山唯一的亲生骨肉 顾赵喜的命竟然是最苦的 这能不让人心疼吗 都说善有善报 顾长山做了那么多的好事 不是帮助别人养孩子 就是帮他人找工作的 怎么到头来 自己的孩子反而是受伤害最大的那个人呢 当年顾长山重病 赵喜作为他的亲儿子 自然是想出一把力的 本来生意就很难做的他 竟然在黄小平的介绍下 碰上了大骗子 刘自强早就察觉此人的不对劲了 本想着劝劝顾赵喜别太冲动 先把尾款收回来再说 可他偏不听 非要继续合作 最终被骗了十几万不说 自己也意外杀人了 赵喜入狱之后 顾家真的算是倾家荡产了 是陈兴杰回来 用自己所有的积蓄 帮着顾家还清了这笔债 不过顾赵喜毕竟杀了人 仅仅十八岁的他 被判有期徒刑整整八年 本以为这段时间会很漫长 谁曾想不过眨眼的光景 就到了顾赵喜出来的日子了 似乎是在监狱中表现良好 顾赵喜提前一年就被释放了 回来之后的顾赵喜看到什么都觉得很稀奇 因为家里已经搬迁了 住进了繁华美好的县城里 就连两个哥哥都开了公司 当上了大老板 还有他心中的白娘子凤琴 也成了省级干部 顾赵喜是开心的 同时也是非常羡慕的 不过比起这些繁华的面貌 他更想看看小时候居住的家 村子里的人几乎都搬走了 只剩下爷爷一个人在山上种树 兄妹五个人愣是带着一大堆的食材 去找爷爷酗酒了 看到他们在饭桌上回忆小时候的去世 别提有多温馨了 不过顾赵喜别扭的筷子姿势 还是忍不住让人红了眼眶 按理说他入狱的时候已经成年了 生活方面都能自理了 怎么从监狱待了八年出来之后 连筷子都不会用了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很心酸的 因为监狱里的犯人 一般在吃饭的时候 用的都是勺子 因为筷子在这里面 会被当成一种凶器 为了能够更好的管理犯人 几乎都是不让用筷子的 八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但绝对不会短 已经许久不用筷子的顾赵喜 自然也将这项功能给退化了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顾赵喜在里面要经常干活 还记得她出来的那一天 母亲还专门看过她的双手 布满了茧子不说 还沧桑得如同七十岁老人一般 这能不让人心疼吗 那双手也不知道做了多少苦力活 才变成如此不堪的模样 试问这种一双手 能好好攥紧一双细细的筷子吗 事实证明 父辈的荣耀 还是很细节的 几乎很少有影视剧 能把一个刚刚醒满释放的犯人 演绎得如此真切 可别小看这种小细节 那可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存在